女孩刚刚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大士们一片哗然 更又甚至站起来大喊 法律规定公主必须结婚才能继承王位 你要违法吗 女王微微一笑 法律我可以废掉 你我也可以废掉 哈喽大家好 我是热电影娜德娜 今天带来的电影是 《公主日记2》 毕业舞会结束后 公主蜜亚远赴海外求学 转眼间五年过去 她在21岁生日这天 回到了美丽的杰诺亚 全国人民都很兴奋 他们涌上街头 都像一堵公主的阵容 为了欢迎村女回家 奶奶特意举办了一场舞会 蜜亚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 身着一袭红色长裙 闪亮登场 她已经完成了蜕变 不再是那个除小鸭 而是端正优雅的公主大人了 按照传统 她要跟宴会上每一位单身男性跳舞 这环节听起来浪漫 实际上非常尴尬 因为这群男士 不是笨手笨脚 就是表演欲望过剩 甚至还有未成年的小屁孩 蜜亚硬着头皮 跳了一首又一首 总算在崩溃前夕 遇到了一位英俊的舞伴 给生日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转过天来 她在城堡里闲逛 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密道 穿过幽深的走廊 来到路的尽头 原来这里连通着皇家会议室 米娅兴奋地竖起了耳朵 不像却听到了侯爵和奶奶的对话 据她所说 杰诺亚有个流传百年的规定 那就是公主在继承王位之前 必须要先结婚 可米娅在前不久 刚和校草男友分手 也就是说 如今单身的她 并没有成为女皇的资格 侯爵认为 倒不如把王位 穿给她的侄子汤姆 奶奶当然不乐意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封建那一套 她坚信男女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 可在座的大臣们 显然都不这样认为 奶奶只好后退一步 行吧 想让米娅结婚也可以 但是起码得给她一年时间 让她去找对象吧 侯爵立马起身反对 一年时间太长了 我们最多给她三十天 得知此事 米娅头都大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怎么可能找到真爱 奶奶却告诉她 作为皇室的成员 不可能事实都如意 这令米娅有些沮丧 就在她打退堂鼓 想要放弃王位时 却突然想起了父亲的话 真正的勇者 并非无所畏惧 而是知道这世界上 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东西 米娅决定去回一回汤姆 然而刚一见到对方 她的脸色就阴沉下来 这不就是舞会上 那个风度翩翩的小帅哥吗 原来那场浪漫邂逅 也是有目的的接近 米娅气不打一处来 当场就表明了态度 汤姆腾的呲牙咧嘴 一拳一拐地被人扶了下去 为了帮孙女找到如意郎君 奶奶付出了不少努力 不仅准备了上百套礼服 挤柜子珠宝 还把米娅最好的闺蜜也请来 帮着出谋划策 有了军师所臣 找个男友还算难事 还真算 寄人坐在沙发上 查看候选人的简历 可他们不是年纪太大 就是年纪太小 唯一说得过去的 就是飞行员保罗 在闺蜜的安排下 米娅和保罗 进行了一场甜蜜的海滩约会 起初氛围海散不错 可突然一阵要风 吹走了米娅的刺激 两人赶紧去追 却不小心伴在一起 甩了个四脚超天 第二次约会时 他们决定打羽毛球 可惜米娅没有运动天赋 刚开场就崴了脚 保罗只好作罢 陪他去花园里散步 这次一切还算顺利 趁着气氛刚刚好 保罗掏出时刻来的大钻戒 向米娅求婚了 门外的狗仔看到这一幕 瞬间沸腾 各大媒体也争先报道了此事 米娅在一片祝福声中 仓促地完成了订婚仪式 女皇即将登基 所有人都很高兴 只有侯爵是个例外 她心有不甘 就给侄子吹耳边风 快去勾引米娅 让她在你和保罗之间纠结 只要逃过三十天 你就能当国王了 另一边 米娅看着手上的戒指 陷入了沉思 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 就这样草率地走进婚宴 汤姆愁准时机出现 却没有直奔主题 而是开起了玩笑 你的力气可真大 上次踩我那一脚 花了半个月才养好 米娅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把她拽到一边 小声地道了歉 米娅和汤姆 古男寡女 供出小黑乌乌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城堡 奶奶得知此事 忧心忡忡 老管家却安慰她 要相信公主殿下 有能力解决这些桃花 紧锣密谷谈恋爱的同时 女皇课程也不能松懈 为了即将到来的国庆日 米娅还得掌握很多技能 比如射箭 还记得吗 她没什么运动天赋 第一次上课就把老师打骨折了 路灯 汽车也都跟着遭殃 她还得学会接待民众 这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一不小心就会鸡飞狗跳 是真正意义上的鸡飞 更糟糕的是 米娅怎么都学不会骑马 奶奶实在没有办法 就赤重金打造了一条假腿 想帮她蒙混过关 然而这个计划却被侯爵知道了 检阅时 她特意准备了一条假设 试图让马受惊 在假街保护公主之名 一把将假腿耗了下来 皱目睽睽之下 出了这么大的臭 米娅非常难过 躲在马厩里掉眼泪 难道她真的不适合成为女王吗 米娅心里不服 第二天的宫廷会上 她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游走在客人们中间 举止优雅 贪图大方 展示出了良好的交集能力 这令奶奶很欣慰 然而就在这时 米娅却突然看见 汤姆和别的女人走在一起 举止似乎很亲密 这段时间以来 她常常跟汤姆见面 对这个幽默帅气的男孩 也产生了很大的好感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难免有些吃醋 她将汤姆带到后花园 坦白地承认了 自己并不喜欢保罗 汤姆瞬间心怀怒放 虽然打从一开始 她是接受了叔叔的指令 又目的地接近米娅 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却渐渐对这个善良 坚韧的女孩动了真心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米娅的心脏碰碰跳 脚也忍不住翘了起来 两人打情骂笑 太过投入 一不留神就摔进了水里 等再爬出来时 公主已经变成水怪了 这给奶奶守的呀 明天就是国庆日 你可千万管好自己 不要再给我惹事了 转眼来到第二天 米娅跟在奶奶身边 乖乖地坐在马车上 朝着道路两旁的百姓们微笑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见角落里 有个被欺负的小女孩 顾不双奶奶错恶的表情 米娅赶到小女孩面前 温柔地问她 要不要和我一起坐 她甚至转过身来 对街上的所有女孩说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公主 都可以参加游行 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 以及人群中心的米娅 奶奶坐在马车上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游行结束后 米娅还将女孩们 都邀请到城堡来 举办了一场睡衣派对 压抑许久的天性 终于得到了释放 热闹的气氛 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就连奶奶都放下矜持 和着音乐跳起舞来 自事过后 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 米娅有做女皇的能力了 汤姆正式通知叔叔 她要退出王位的争夺 侯爵心里不痛快 表面上却什么也没说 当晚 写下重担的汤姆 偷偷来跟米娅约会 他们骑马来到河边 接着月色朦胧 做了大人应该做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 米娅在汤姆怀中醒来 还没来得及说早安呢 就被对岸的闪光灯 晃了眼睛 有人在偷拍她 米娅瞬间心凉了半截 难道是汤姆安排的 她立马翻身上马 偷也不回地离开了 公主撕毁男人的照片 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为了掩盖丑闻 奶奶只好决定 将米娅和保罗的婚期提前 得知此事 汤姆非常难过 她不好意思去见米娅 躲在家里不出门 然而这天仆人却拦住她 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就在不久前 侯爵偷偷联系了报社 要故意散播皇室的丑闻 仆人劝汤姆 一定要去找米娅 你不去 才是落入了她的圈套 与此同时 城中心的教堂里 婚礼已经开始了 米娅躲在后台 似乎在人群中寻找着谁 老管家看出了她的心思 凑上来巧声说 那个偷拍照片的人 并不是汤姆顾的 音乐声缓缓响起 米娅没法再拖延 抬脚走进了礼堂 然而走到一半时 她又仿佛大梦初行 说什么也不肯结婚了 她将戒指还给保罗 随后直接冲出了礼堂 奶奶赶紧追过来 表情很是纠结 理智告诉她 必须马上把米娅抓回去结婚 可感性上 作为一个奶奶 她又无比希望 孙女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米娅已经做出了决定 她挡着所有人的面 废除了女皇必须结婚的法律 一个人的能力 不应该与婚姻挂钩 就算永远单身 我也能治理好这个国家 侯爵当场反对 有一次推荐了自家侄子 可就在这时 匆匆赶到的汤姆 却二话不说 却放弃了皇威的竞争 好吧 当时人都发话了 侯爵就是再不甘心 又能掀起什么疯了 一周后 嘉年仪式如期举行 那顶向正责任的王冠 被正宗的戴在了米娅的头上 从今天起 她就是杰诺亚的女皇了 小时候看这部片时 我总是感慨 米娅实在是太幸运了 农从麻雀变公主 可现在想想 其实这个过程中 也要经历很多的辛苦 公主之所以是公主 不是因为有漂亮衣服 帅气笑草 或是金灿灿的王冠 而是因为坚韧 善良 又朝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